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他一无所谓 但是他说出来做出来就是这样的 你需要我帮助吗 我能给你什么 就是生日的那种思想 他就这样想的 他活得很开心 就是一个孩子 但是这个是培养出来的 不是贴身的 第一不是说你最后交给他说 释迦牟尼佛这样说 色亏不二 你要利益别人 这些都很难做了 就像你们说 佛说这个是空的 所以你要放下 这个你很难 但从小告诉他 这个虽然是 就是不管他是空的 这些东西 身外植物啊 你从小要是教育他 他就 或者是不是自己的 你不娶啊 这些你从一开始 而且你去世 就是从哪个角度去思考 从你每个时候 每个时候要再到自己 拥有的东西上 来企业快乐 而不是去比较你的失去 等等 就是这个孩子长大 就会很 就是活得很淡定 但是这个阶段 其实父母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但父母没有 父母是 可以啊 父母可以一体 但是这个 我觉得父母很难做到 但是孩子很容易 尤其三道七水 从游戏里边去带他走 但父母一旦做 孩子做到这个 回去教父母太容易了 孩子对你说那些话 你想想多震怀你 嗯 孩子对说 妈妈放下吧 很淡定的告诉你 这些事放下吧 没什么 就这一句话 不用说大道的 妈妈放下 但我觉得孩子 这些话在家庭里出现的时候 你想想家庭 你父母会这样 比老师教好 嗯 但是小孩子的 他的思维教 他还不 他没定型 他虽然有七情六欲 但是他不定型 嗯 他没有太强的征服欲 他有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感觉 嗯 但他没有再有征服 他一会就忘了 嗯 他就是苦也苦一会 他不会持续性的 他没有太强烈的 那种持续的征服欲 再有欲或者患得患生 嗯 他会有一个玩具 就会忘掉少一件事 恐难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 他不定型了 你还能捏 导演他的思维 思维角度 其实有些东西 一个人生下来 他怎么想问题 来自于一些个性的东西 父母的遗传也有作用 就是同样一件很悲伤的事 这个人生下 他就不悲伤 那个人就会很悲伤 他就是 一发生这件事 他就受不了 他生命中 一遇到这件事 就是劫难 但是对有些人 反而是在这件事里边升华 就是 就是从这件事里边 提升了自己 还抽了一个励志的东西了 有些人就崩溃了 这个有小时候的 那就格局 跟思维角度有关系 思维角度 还有长大了 做出大事的 就是那种格局很重要 他一开始把这个 就是他就 他那个布局 格局在头脑 他做多大事 就像电脑的 就是我们做瓦载 他那个后台什么 都给结好 他就做 他肯定会慢慢慢慢做到 但一开始 他就想得很小我的时候 他就 过去的三十多年 嗯 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情绪 都是 其实我们都是 跟随着我们自己的父母 对 是的 越年龄越大越小 对 很重要 对 很重要 嗯 我一看到我 我就觉得 我就看不出去 看到我姥姥 我觉得也是我的 是的 是的 这个很恐怖 每一个母亲都会说 哎呀我姥姥可不像你姥姥 然后你会越来越看着 她跟姥姥是一样的 你就开始担心 我姥姥会不会跟她一样 哈哈哈 真的是很像的 有些东西 嗯 是的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有点走不通了 就是 就是我现在我发现我是我妈妈的父母 嗯 那我妈妈有些情绪 有些情绪 我是可以接受 有些我是不可以接纳 那其实我不接纳她 等于我不接纳自己 嗯 那我就会做这种 嗯 接纳 接纳不是全盘的吸收 嗯 我们接纳妈妈 我们爱她 我们爱所有的 就是我们认为 就是说 做这样的那样的人格是 但是我们不是说 把它全盘吸收 嗯 好的坏的吸收到我们这儿 是不是 我们接纳不是那样 接纳她是我们宽容的 原谅她 我们爱她 嗯 我觉得中国的你 中国的父母就 我们这一批 这一代就 包括就是你们 尤其后面是独生子啊 这些 嗯 父母其实太爱孩子了 嗯 太爱没办法好好教育 就不会教育 嗯 而且父母也正好改善这个 这个时空啊 嗯 父母也做的不咋地 我发现 就是我们做的 自己都搞不定 自己都做的情绪化啊 什么 身心疲惫啊 情绪化竞争啊 或者也是一个 自己才开始刚刚尘埃落地 静下来 嗯 很多人父母都做的 真的是 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想教育孩子 哪有那么 尤其你很爱孩子 很爱的时候 很自私 很自我的爱孩子的时候 你 你怎么会教育他 我觉得 你那些理论 杂说也没用 你杂说也是个嘴上的冠冕套号 你内心里边 你就是想的 想给孩子贪 惯 想把孩子保护 怎么 不让他受一点点疯 还不让他受一点点 你怕他受一点点委屈 但是他不受委屈 他能成长嘛 嗯 他要有自己的阅历 他要有自己的实践经验 那那些经验来自于哪 失败 他要经历很多失败 创伤 或者慢慢地走过来 你唯一能给他的 当他在经历这些 你会担心 你万一说他崩溃了怎么办 那么你唯一能给到他 就是他的思维角度 这个是给予他的罪 就是说 他面对任何风雨来临的时候 他怎么想 他的思维角度上 他会不会想 一下子想到我要去自杀 或者是 而有的是说 我要战胜他 我一定能走过去鼓励自己 就是说自己要 一定要略略略略出这些东西 他的思维角度非常重要 甚至思维角度 绝对一个人的成功失败 一生走向何方 他怎么想的 他怎么想的 从小看什么 听什么 跟谁在一起 这些就有了 你从小看的是什么 听的是什么 别人在说什么 你听到的是什么 你听到的 看到的 然后跟身边接触到的 你才会想什么 这些说 这个需要导引 不是说我们弄一堆的东西 让他看 弄一堆 把这个房间全摆成 哇 最励志的东西 让他坐在里面看 他会腻的 他看也不懂 因为小孩子他不懂的 这个说什么 他是看 哎呀那个衣服穿的好看 就像文学去看什么 看冰雪奇远 他会学到他 你看那个头发好看 他买了个假发戴上 那个靴子好看 他买了个金色的靴子 就往上穿上 他打扮了个冰雪奇远 那个女公主一样 剩下的他就 但是你要一个老师 带着问题去导引他 这个东西的话 他会学到他的品质 而不是那些东西 他从样也穿 但是他觉得他怎么穿 都不像那个公主 否则他穿上就觉得像了 其实他不像 不像是为什么你不像呢 因为你内在的想法跟他不像 所以 我觉得 零到三岁也重要 三到十二岁也很重要 这一生 如果三到十二岁 零到三岁做好的话 真的是三岁看了 七岁看了 这个人一辈子跟底下基础 一辈子会活得很开心 如果真的是我们没学 我们才三十岁了 还在努力的 学这一课 过不了自己心理情绪的这一关 还在修定理 情绪来了 还烦死了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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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零到三岁到十二岁 老师培养出你那种 淡定个思维角度的时候 现在那些情绪 比如上来 真的是像梦海跑的 那些情绪 那些情绪起来 你根本很淡定 那些孩子 对 家庭教育根本就没有 没有 太缺失了 太缺失了 所以我们要补上 我们三十岁补课 不是 但是三十岁的时候 我们禁不下 我们有形成很多成就的 固定的那些念头 甚至有些事情 已经形成了霸痕 伤痕 我们接伤疤的 但是三岁到十二岁 他还没有伤疤 很少有伤疤 而且他没有 就是那种 已经固执到 不可 已经转不过弯 那种程度 你只要老师导演他 他就听 只要一导演就听 一导演 连续性的导演 两三年 他就形成一个 他就这样思维的 他就这样看问题的 他看什么都是梦海保育 但是他有趣 是要活在当下 这些 早就马上就灌输进去 我的情绪是起来了 他会变无常 今天起来忌妒 明天他就会变成快乐 他烦恼就会变 他一定不会住在我心里 很轻松的看自己 风轻犹大 自己内心的那些角色 来来去去 他会内观的绝招 其实这个 到他养成这个思维角度的时候 内观的绝招已经产生了 一生的情绪来年 他就在那看 他就知道 你问他 他我很烦 但是他跟你聊天很开心 他说我这很烦 是吧 一会他说 因为很快了 他会描述他的状态给你看 一旦这个孩子形成这样的 他的定力已经进来了 而且很多孩子 一旦进入这种定态的话 马上就开启了过去生的东西 我不用学 我刚说 弹琴啊 唱歌啊 直接就来了 我上辈子学了 这些孩子已经打开了 他必须在这种定的状态下 才能开启 然后永不会消失 如果是特异能力给你开启啊 就要打开个天眼什么 他随着年龄长大 有时候会消失 有时候会随着死 但是一旦孩子在定态里边 他的思维角度和心态 处在了定态里边 这个孩子制度开启的东西 他会越来越开 他就长大以后 就是生生世世那些 曾经学过的东西 自然地有出来 以前学过高齐很厉害的 上去就能看 而且就根本就 没有疲 他就会弹出来 这个根本不是开启 是孩子本身有 就是你怎么打开那条路 12岁以前是打开的最佳世界 黄金世界 因为12岁以后就成熟了嘛 你怎么知道没有小三明呢 我现在是说打开孩子的一些天赋 并不是说让他称佛 明白了 但是孩子不一定 他会成为一个神童 但不一定是他还能够 不一定打车大悟 这个孩子可能成为一个 就是被其他的孩子 更有亲父的孩子 就是成为天才 在情感的处理上 在自己情绪的控制上 还有他的 对很多问题的 一旦这个孩子很定的话 他的学习能力也会很强 因为学习什么 就像镜子照过来 刷就吸收了 他的学习能力 还有处理 这个孩子可能成为天才 但不一定他是佛 他要是成佛还得学 嗯 可是那如果十二岁以前 形成的这种想法 会不会很难免疫 没有任何东西很难 千万不要这样认为 都可以 只是说 也是有这个而已吧 有的人得一句话 跌破了 通通放下 有的人也不行 需要点时间 但最主要是你关注这些 然后慢慢去解决 也没有那么难啊 这样的品质跟程道 区别不大了 不比较大 有两个这样的品质 不 不是的 程道还要更多的了解一些东西 嗯 就是他能把每件事情里面 每件事情能够了误到空性 他还有 你要真正圆满佛果 你还要一个功德的圆满 嗯 你能施写出三身圆满 成全的佛果 你还要有功德嘛 这些孩子 但是 只能是说 这些孩子 如果从他们这个 如果他们将来 愿意去修些处理 修处理啊 处理啊 处理西亚菩提 他们愿意修行的话 更快 他们就不像我们 我们现在其实在补的 就是他们这一个时候 学的东西就很太 我们才补定力 才面对自己 每天 大家你看问的问题 处理的就是自己 无法面对自己的情绪 情绪化的东西 才面对自己的 身心状态的一个过程 才开始 介入这个状态 这是很浅的一个状态 才每天还搞不定 自己的状态 面对自己状态的时候 今天要烦 明天不行了 就这样 今天啊 我不行了 还每天就是 就这些问题 这个本来就是 如果小时候学的话 你的思维角度 要是对的话 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你问的是一定 是怎么这个空性的问题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已经撼斗不了你了 这个状态呢 如果孩子进入这个状态 如果他们 尤其同志生开始凶的话 如果再加上 不断的禅定 就很容易进入阿罗汉 那种境界 就像听福释迦牟尼佛讲法 《秦洛华业经》啊 《秦洛华经》啊 《秦洛华经》啊 这些能情 一场奖经下来 很多已经开闻了 就是佛经上说的 其实 不过佛陀时代 他的很多弟子 也很崇敬 那个时候 他的很多弟子 他的思维角度 怎么很崇敬 有些人的思维状态 他讲得跟孩子一样 有些人不行 女孩子的思维角度绕得多 更脆弱 更柔软 更细腻 更敏感 所以为什么女孩子 说修行佛陀 当然不教 说这些你们先等等 实在是 就是考虑一个问题 绕了很多 很敏感 真的是 一个事情里边 酸甜苦辣全有 打翻了五味瓶 就像那样 男的就是事 就是你就是你 他比较直接一点 但女的真的是 就是这样子想多 想得多一点 很敏感 你们做零到三岁 做 已经 让孩子迎战情报 这个也挺好 但是我 我感觉真正的教育 在三岁以后 真正的教育才开始 导引和教育 他开始有思维 他有开始问一些问题了 他开始思考 真正的教育 连到三岁 他就是成早吃奶吃饱 要迅速的长 但是三岁以后可以教育 可以导引 三岁以前 我们主要是做孩子的情绪状态 就是他除了生了他三岁以外 孩子他有一个很大的情绪模式 我们就通过给父母来疏导 你们在教育父母 在导引父母 真的是 我们更多的是在导引父母 就是你的情绪状态 如何去 如何会影响到你孩子的情绪状态 那这个情绪状态 如何去影响这孩子的一生 我们只是讲 但是我们 这不容易做到 父母太难了 对 因为父母有孩子以后 面临了很多压力 工作生活 他面对太多的东西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候导引他改变 他已经很困难 他已经事情来了 你在导引他那一刻改变 你其实做了三年的准备 去迎接这一件事 这件事来了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前三年 你一直在培养自己这种状态 那等于是考试 第三年了这件事来了 突然来了一件事 考验你了 你考试及格了 就是这样 因为你已经有那样的心理漏洞 但是父母一般是生了孩子 你让他再怎么样面对 还是这个 这个教育起来 真的是 孩子忙 脑袋头两个了 打得已经忙不过来了 工作生活事业 家境情感这些东西 下有闹下有小了 真的是 就是比较 他也会 很多我觉得现在教育 很多的父母弄得就是 对子女反而是 反而是不断地说 不断地说 古时候是棒打出孝子的 就是不愿意带着情绪说话 我的心 这个也是 这个是对的好的 就是我里边 我跟你孩子交流的时候没有情绪 不带着盘子吃面 不带着自我 尽量的不带着情绪化的 给孩子交流 这个是对的 但这个父母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有些孩子可以 有些孩子会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品质 有些孩子会 多重矜持 有些孩子不行 有些不乖的孩子 越聪明的孩子慢慢他就 他逆反 有些越聪明的孩子越逆反 你这样子 我愤怒 我跟你愤怒 因为你从来不愤怒 他会愤怒 他会觉得 这是一个新的没见过的角色 感觉 为什么会这么压抑呢 不是说妈妈从来不愤怒 孩子就会不愤怒 不是 妈妈不愤怒 妈妈逐渐地 愤怒起来 压回去 不舒服的时候 但孩子会愤怒 孩子会更直接 我就烦了 就是这样子 烦了导引他 不是让他不烦 我们不是压抑他 让他不烦 孩子是一定要 你有1000个情绪 告诉他 你生下来 你就一个人 会有几万个情绪出现 可能同时出现在你的身上 你怎么灭对 愤怒来临的时候 你跟愤怒 怎么样去同在 怎么样去 灭对 哎 但不要定义他好或者不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要去影响别人 你可以一个人愤怒 没问题啊 是不是 但是当你这样教育 他反而不愤怒 但是这是一种打破愤怒的不愤怒 就把愤怒压回去 我们要有爱心啊 我们要耐心啊 我们不能愤怒 这就错了 愤怒可以出现 没问题 这就是导引 嗯 不管他 我们经常说 你愤怒有用吗 你烦有用吗 你烦有用吗 没有你烦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导引 大家说 你可以烦继续啊 不管他有用没有 继续啊 他有用的 烦死劲 烦到一百多 烦到一千多 一万多 我看你烦成啥样 让每个气泡烦起来 烦到愤怒 烦到人无可人 然后他不烦 烦不到机械 但是这个 这个是个聊天了 但孩子不能这么说 但是 看着自己的愤怒 看着那个火 但是不能让他炸东西 也不能像西方那样说 你打那个瓶子吧 发泄一下 其实也是不对的 人总是要有克制自己的人 人的思想 使用来克制自己的欲望 你能做到 每个人都能做到 嗯 我在带孩子的时候 特别是大女儿的时候 就每次都会 让我自己去觉察自己 他还有个情绪了 你太多情绪了 你不能太多情绪了 他也有很多情绪 你有情绪吗 有啊 有啊 有还照啊 相约啊 但是 反而我觉得有他是更好 因为 他是我的镜子 有时候我看到我 他我就看到我自己 嗯 我觉得他还挺能帮助我成长的 是 我觉得有点情绪也没什么 最主要有时候我们伤心的 连情绪发不出来 这才是真的是 常常有时候被伤心啊 痛苦啊 或者那种压抑啊 已经伤到内伤了 都不发了 这个更恐怖 还是一些情绪哭完拉倒的事 我们已经称内伤了 老师你现在要写教材吗 也没有继续写 在关注这方面的东西 如果教材其实不那么难 教材也不错 如果是做这方面的教育的话 想在这方面编一些教材 就像格局这一块 百里已经有这方面的基础材料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培养格局还是思维角度这一块 然后这边我就是结合一些禅心 就是他看的听的 还有导引这一方面 怎么样导引孩子走向 就是从他的野光 能够从全宇宙一直到全世界 一直到中国 一直到地球 一点一点关注 回到他的家庭 婚姻幸福 还有妈妈爸爸 就是从大瓦回关注 就不让他的眼光 时时盯着地球上的这些瓜子 这些小的 就这样子来导引 就带着他的思维 永远是从大瓦回走 就是这样子 每天活在这种 宇宙的时空里面 而不是活在他当下的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也有 但是他的头脑 永远是宇宙的 就是这个是由视频教学 全部是由视频把全世界各地的那些 教育啊 地理啊 天 宇宙啊 星球啊 这些拍出来 去看 带他走 带他每天在全宇宙旅游 就这样 培养他的就是这种思维 他的空间 室空管 然后再把佛学的 失控的虚妄啊 这些东西慢慢给他 我就讲 就是包括一些小的 15分钟的才修啊 什么这些 才去导致他 然后再学一些经过 气脉啊 这些 因为你这个 其实很简单的嘛 也不就有个身体 有个心嘛 有个精神 有个身体 还有一个灵性的东西 身心灵嘛 然后让孩子知道 你的肉体什么组成 从小就要懂 从小就要懂得养生 保健 长大你就不要怕他 八个小时爬到网上 因为他需要知道 这个机器要维修的 我这个机器用到 我眼睛用八个小时 我是不能继续用的 如果你不断地 强化这种意识呢 孩子到八个小时 他就闭上 自己会休息 就像那些指令 自动进入他的计算机 他一旦遇到八个小时 眼睛就自己就想闭了 就是指令 就我觉得从小里 真的是太大了 咋说也没用了 就要十七八年 就做不到 哎呀是啊是啊 不能吃这个不能吃 啊算嘛 还在早上还在吃 十二点了不起床 是吧 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从三岁就交给你 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他会把这些养生的 用一辈子 用一生 就是禅修加造这些东西 再加造一些 这是一个格局啊 还有这个对自己身体 身心的照顾嘛 一生的就是一些能力嘛 其他的还有一些 培养孩子的就是 气语啊气质啊 就是能力给 能力给气质 这个就是孩子的 就是从古时候这些音乐啊 嗯 诗歌啊 诗歌啊 古音乐 礼啊礼貌啊 诗礼乐嘛 这是这是传统文化 价武化的东西 诗礼乐 现在这史书法都在教这些 就是我们结合一下 现代的 古今之外的东西 把它编排一些 这是一部分 诗礼乐 培养孩子 气质啊修为啊 就是这还有 诗礼乐 还有在这个过程 弥补一下 歇切的 孩子的不足的东西 就是孩子觉得自己是 自卑的或者 他觉得 比如说比不过别人 他那种自卑感会出现的时候 在这一刻 不断地弥补他 让他拥有些能力啊 成就感啊什么 就是在这一块 就能够去完成 在编排这一块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与宇宙的 就是游戏 大量的游戏 我收集 全世界各地的 这些小孩子的游戏 跟科学实验 跟宇宙结合的这种游戏 让孩子就是去玩 去实验 做实验 各种发明啊 小创造实验 其实我觉得这个 带孩子 形成孩子一生的 这个思维角度 我觉得太重要了 越来越 我觉得这种角度重要 因为每个人的 其实苦难 看所有的东西 来自于他认知错了 为什么同样一件事 他就不苦 他就苦 他就怎么也想不通了 他就翘楼了 他就笑嘻嘻地过去了 太简单 其实两个人 没有什么差别 能力啊 包括智商啊 包括他拥有的条件 都差不多 也许他比他拥有的更多 他更能够跨过去 但是他这个 在小沟里就犯出来了 他就跨不过去 他和躺过去了 他小沟就把 我觉得这个是 有时候我们说耕气啊 佛学是讲的 就说 他是兔子转的 人家是大象转的 人家大象过河 就截流而断 兔子就蹦不过去 掉河里了 我觉得这个是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天生是佛 我们的思维本来是佛 你可以在三到七 就弥补他这个步骤 就把他这个 格局往上提升 他拥有的桥节 可以在这个短的时间 你通过休息变成大象 就是他的认知小 为什么他是兔子的思维呢 他的认知小 他认为那个河就是河神 他认为不胜 他就不行 他就认为河神 为什么他会 他本来是可以过去的 因为桥节什么 现在这一生 两个人都一样了 桥节什么都一样了 为什么他就觉得过不去呢 他就会至少 他是因为认知 认知局限 眼光啊 认知都局限了 他就转了牛角节盯住这个杯子 你你你你你把他从那个眼光 移到这块都移不动 他他转牛角节就盯住这个杯子 不转 这个时候就 有个小时候培养的话就不会 因为他每次思考不起 他都先从大的开 然后再转到杯子 他就是这样形成一个思路 他一往这儿坐他就先看家 看大家 你在做什么 他在转你们需要我帮助吗 你需要吗 他就开始进入这个状 进入了这个圣人的这种思维角度 然后慢慢才回家给 哎呀我渴了喝口水 他就不会叮到自我的角色上 我们现在是我很难受 蹦坐在这儿 你在干什么 哎呀我难受死了 别跟我说话烦什么呢 是吧 他就马上就关注自己了 嗯 就是我们常人是先关注自己 才关注别人 嗯 你看修行的菩萨 他从菩萨到一开始 他就 他把眼光先放在别人身上 他先就是把你的眼光拿出去 嗯 普度众生啊 旧度众生啊 先放下自我 嗯 他其实是个 角度的转化 嗯 你不再在乎自己了 然后呢 但是你长大了这个就比较难 嗯 长大了你要这样教育 有些人会说 凭啥 小孩子不会问这种问题 你要关注大家 先关注大家 然后说 小孩子不会问 凭什么我要先关注他们 凭什么 他不会问 他觉得正常 先习惯自己的角度是可耻的 他慢慢他会形成这种菩萨的这种品质 他觉得 什么事也先考虑自我的角度是有点 那个不太好 他慢慢他就不去这样想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不太在乎自己 不自恋的话 介绍很多苦难 嗯 他就不会不会很苦活的一辈子 用那些东西 哎呀 烦了就算啥了就是烦了嘛是吧 很烦的算啥了 他也烦他也烦 他比我还烦呢 人家还没说啥呢 我这说的有点砸了 他就不会很很伤心 嗯 现在孩子真的不需要太教育 因为信息量太广了孩子 里边太多信息了 他只是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 他在网络时代吧 你要导引 就是给他去为从政 你帮他清理 不 Finish 好一套 好你他 我可以来 你来个交流 但是这个就是 在你発电 你好你呢 我可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